歐洲難民潮持續 難民的處境 相當令人同情 慈濟科技大學有同學在校園裡頭 搭起了帳篷 邀請同學 用同理心來體驗難民的生活 很熱 而且很擁擠 沒有冷氣 沒有枕頭 小小的帳篷裡 一群學生擠在扶惠床上 只喊熱 見到敘利亞難民生活的處境 慈濟科技大學學生主動發起 讓愛延續體驗難民生活的活動 讓同學們親身體驗難民的生活 敘利亞的難民他們在逃難中 其實他們也是在很悶熱 困苦的環境裡面 所以不只要讓大家知道 原來帳篷和扶惠床可以那麼便利 也希望他們可以真正體驗到 難民的感受 並且珍惜在現有生活中的人事物 就是把它拿起來 然後這樣拿起來 對 然後把它打起來 現場也放置扶惠床 實際感受災難時 扶惠床帶來的便利性 短短一小時的難民體驗 也讓學生感受到自己的生活 是多麼的幸福 大愛新聞 張家瑜 劉洪志 華聯報導